很多朋友都问我 印度的疫情到底怎么样了 每天新发病例几十万 医院里面氧气罐都没有了 氧气不够 火葬场烧人都烧不完 印度已经成为人间炼狱了 非常非常恐怖 当然印度疫情的爆发 肯定有非常多的因素 作为医生啊 我来讲一讲 印度新出现的病毒变异株 大家都听说过了 印度出现了二重的变异株 但是各位朋友 最近新闻有报道 印度可能出现了三重的变异株 我们来讲一讲 这个二重和三重是什么样的意思 二重变异株呢 就是说这个病毒啊 携带有两种突变 这两种突变呢 都是在病毒进入 我们人体内的那个S蛋白上面的 所以的话呢 通过突变之后 它更容易进入我们人体的细胞 那么的话呢 就更有利于它传播 传播速度就会变快 那么在很早之前呢 就报道过 病毒的S蛋白有出现过变异 但是的话呢 都是携带一个变异 这两个变异是单独发生的 那么在印度的这个 二重变异株里面呢 这两个变异核到一个病毒里面来了 一个新的病毒株 诞生了 它携带有两个的变异 所以就换了叫双重变异株 最近有报道 印度已经出现了三重的变异株 另外又出现了一个新的变异 这个变异呢 是在病毒的 其他部位 不是在S蛋白上面 但是这个新的变异株出现之后 这个病毒更容易逃避 人类的免疫打击 也就是说呢 更留意病毒生存了 那么病毒的传播速度 应该是更快了 那么病毒呢 不容易被体内所清除 所以的话呢 它的治病能力 它的知死性 会不会变得更强呢 目前还不得而知 那么还有更重要的 目前的疫苗 对于这种三重的变异株 有没有效果呢 我们也不知道 而且的话 随着病毒在不断的传播 不断的传播 每天都有几十万人感染的话 那么这个病毒 会不会出现四重的变异 五重的变异 这个都要打问号 都是有可能会发生的 所以的话呢 各位朋友 尽管我们国内 疫情控制的非常的不错 但是的话呢 大家还是要 保持高度警惕的这个心态 全世界的疫情 没有控制住 而且的话呢 每天发病的人数 还在不断的攀升 不断的攀升 想要在短时间之内 结束新冠疫情 是不可能的 希望大家可以了解 这样的知识 关注我 关注排队的音声 每天进一步 一点点